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评 晚上好 欢迎来到央视财经评论 一旦听到一个国家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 您会想到什么 一般来讲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国家可能是进入到一个要么战争的状态 要么是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等等 但是在没有战争又没有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一个国家还是美国这样的世界非常强大的国家 进入紧急状态是一个什么缘由呢 在2月14号的时候 美国的共和和民主两党是达成了一个情人节协议 特朗普总统和国会的民主党 是达成了一个暂时的短期的政府的拨款的协议 但是到了15号特朗普总统白宫就马上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而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主要是要动用军队的物资 还有资金等等来修建和墨西哥的边境上面的这样一道隔离墙 像这样的先例之前真的是没有 而这一次开了一个先河 但是这样的一个举动给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上周末的时候 美国的资本市场是集体一个下挫的状态 今天虽然是美国的假期 但是市场和整个媒介包括国会等等 依然在针对这个事情展开热议 而且这个墙到底要凶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这场依然还在进行的国家紧急状态的论战 和这个墙到底长什么样 17号从美国各大电视台的报道来看 共和党人认为南部边境存在危机 修建边境墙是有必要的 但民主党人认为修建边境墙 在加强边境安全方面低效且昂贵 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这是一个深厚的知识问题 这城市的问题 我们已经有千万美国死亡 年后年后亡 因为危险遇到我们南部边境 此外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表示 目前尚未确定美墨边境墙在军事上的必要性 也没有确定国防部可以为此动用多少资金 在此前的14号美国国会仅同意拨款约14亿美元 用于在美墨边境指定地区 新建约90公里边境墙 与特朗普要求的57亿美元和超过300公里边境墙 相距甚远 不过就在双方持续博弈的同时 美墨边境墙的原型近日已经建造完毕 我身后的这些样板墙可以说使用的材质并不相同 其中有四面是用混凝土建造的 其他四面用的是替代材料 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个样板墙就被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上面是实体结构 下面是透视结构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墙对面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除了大家所看到的地面上的这一部分 整个墙体是可以深入到地下达到1.8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 主要是为了防止非法人员通过挖隧道的形式入境美国 据了解这些样板墙的高度约为9米 平均每堵墙的造价约为45万美元 约合290多万元人民币 你看我们央视记者这个实地打探 这个墙差不多也就9米高 但是在前两天特朗普总统描述的是 要让这个墙呢比珠穆朗玛峰更难攀登 显然这也表达出他对于修建这种墙的这个决心 但是绕过国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现在这个墙是不是真的能够修起来呢 这个拨款的这14亿美元显然是不够 但通过这个国家紧急状态 再动用其他比如说军费的开支 那又够不够呢 这样的一个绕开国会执意修墙的行为 对于整个经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晚上邀请到了两位 和我们共同再来聚焦一下这个事件 一位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丁一凡先生 还有财经评论员万哲 先问问两位啊 很多媒体报道说14号达成情人节协议 15号白宫就宣布我要绕开你们 我还是要宣布这个紧急状态再来修墙 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感觉好像 白宫还是依然要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民主党现在好像没什么太多的排可打了 基本上讲应该在第一轮较量中间 就是造成了这个政府停摆 这个国会不批款 这个政府不能够使用这个公共预算 从这个解决这个危机上面呢 白宫应该说还是比国会更多了一点 因为现在政府又重新运转了 而且特朗普开始造墙了 得到了一些钱来开始造墙 而且特朗普呢 是能够使用这个紧急状态 这种情况下 总统设备的特权 可以动用军队力量 动用特殊的财政啊 来继续他的造墙事业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可以说特朗普应该还是占了一些上风 你看万泽我们刚才说 他这个要把墙修的 甭管他怎么样 要比珠穆朗玛峰更难攀登 大家能够看得出来这么困难 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停摆 都没能阻止这个白宫 一定要坚持修墙这样的一个行动 你怎么来看待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决心 我觉得他这决心 用现在比较实心的一句话说 就是承诺千万条 这个修墙是第一条 热词 对 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他2月14号与民主党达成了一个这个协议之后 2月15号就提出说 现在我要就是说提出这个紧急法案了 实际上呢 这个他在1月份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说过了 这也是我们看到 他把修墙当作他最重要的承诺里面的一个手腕 就是他当时就说 如果我达不到我的目的 就拿不到足够的资金的话 我就会启动这个法案 但是也许民主党当时没有意识到说 他说的是真的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 他当他就是他当时是觉得说 修这个墙需要57亿的 对 民主党的希望是达成这个协议 给了你14亿以后 对 3分之1 就差不多大家都各退一步 但是呢 特朗普显然是显示出了更强的这种 就是决心 所以呢他在 就是你没有给足我钱的 第二天实际上就说 我1月份不是跟你说过我的承诺吗 现在我就要把这个承诺也兑现 因此他马上就宣布说 我们要有个国家紧急状态 但是丁先生您觉得到目前这个情况下 民主党好像没什么太多的牌可打了 那接下去还有没有 哪怕用另外一个说法的话 走程序的话 会走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还有没有牵制的可能 走程序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 虽然总统可以宣布这个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的话 这个给总统很多很多的权利 136项专属的权利 对 是这个特别是什么 就是这个当年这个 911袭击之后 布什总统曾经也用过这个紧急状态 用了紧急状态的权利的时候 当时后来在这个情况下 通过了什么爱国法什么东西 就是总统确实有很大的权利 然后在这种权利一旦使用的时候 那还是别人很担心 很害怕的 就是这个时候你不能 你很多事情 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来做这些事情 你一般老百姓 一般反对派 你是不敢动的 就是你不能轻易地反对 在紧急状态的时候 政府采取那些决定 但是他在程序上 其实我也补充一下 他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一个就是说 国会虽然对于这个 就是说其实监督能力不高 要三分之二投票 就是说否决他才行 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 但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历史上 这个法案是1976年通过的 但在此之前 实际上就已经有这种情况出现 美国历史上 唯一出现过一次 就是靠法律 然后推翻了 就是美国总统的 这个行政的 这个就是说 紧急法案的命令 就是在1952年 当时杜鲁门总统 在朝鲜战争期间就说 现在我们要把 所有的钢铁厂 都收归国有 以免到战争时期 工会反对我们 那么之后呢 就是诉诸于最高法院 最后是判这个总统 是败诉的 因此当时 他所谓的这个紧急法案 就是实际上 没有能够执行下去 所以我们也看到 在这一次 就是民主党 或者是其他人 还是能够有 其他的程序可走 对 我看这个媒体报道 这个接下来的程序 也确实 很用是这样的一个走向 先到国会去表决 简单多数就否决 你现在宣布的 这个紧急状态 但是总统还可以再否决 再回到国会 总统 国会就需要 刚才万者说到的 三分之二的 三分之二的多数 才能够推翻 真正推翻 国会来的那个决定 然后那个时候 就可以彻底否定 总统的一个建议了 也就是 如果三分之二 如果三分之二 这个东西 但是会不会再走到最后 比如说走到 刚才说的最高法院 对 如果这个事情 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最后要用最高法院 就像那个总统选举 最后得不出结果的时候 最高法院来裁决 这个事情到底是谁 最后如果总统和国会 在这个问题上 双方都打不成结议的话 最后会拿到最高法院去判 如果您这个具体的话 一直上升到最高法 您觉得这个时间长度 大概有多长 应该有那么个 两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个事情 还是挺麻烦的 可能不止 我觉得 也差不太多 如果输出最高法 一看进幕令 就能看出来 不会有一个立体的结果 但是显然 我们这个时候 回过头来看看 白宫特朗普总统 自己这么坚决的一个意愿 很多分析说 这个是在为20 现在应该说就明年了 20年的大选做准备 您觉得他现在 在政治上的这个谋划 下这一步棋的主要的意图 是 政治上谋划肯定是 现在其实特朗普 还是在努力地 落实一些 他竞选时候的诺言 这个也属于 他这个美国优先的一部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美国现在支持 他做这些事情的人 还是有的 甚至 我们比较有 接近四成 对 美国的 这个是造墙的问题 但是他有那些 铁杆粉丝 对他的这些行为 包括造墙的行为在内 是支持率很高的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特朗普可能想去更多的 动员这些力量 这些力量也可能是 在明年他进行竞选之后 最中间的力量 就巩固他原来的票仓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看到反对的人 也接近四成 这一次这两党如此之深的 一个分歧勾合 在明年会给整个美国的 包括大选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其实看建墙这件事 就能看到 就是说他其实不是一个 这个就是动因 而是一个结果 就是本来在两党 以及他们的这个 铁杆粉丝之前 现在的撕裂 就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分歧实际上 是越来越大 所以他目前 现在看到在造墙上 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本身就是这样的 一个撕裂的结果 因此我们就能够看到 无论是特朗普 还是他就是对面的 这个民主党 他们都只在保护自己 最铁杆的粉丝 因为他们发现 目前来说 中间的这个选民 可能相对来说 不那么容易被吸引 以及越来越少 因此有可能 他们的这个做派 会相对比较极端化 同时他们包括 就前面的关门 包括现在这个法案 或者将来是不是诉诸 司法程序 他们都会做一件事 就是希望从宣传上 让民众觉得说 错不在我 而是在他 巩固一下自己的地盘 然后尽量争取一下 中间的选民吧 好 这是一个明年的谋划 但是更多的是 大家观察这样一个 坚定的修墙的一个行动 会对近期的市场 包括美国最近的 这个经济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在一些美国刚刚公布的 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当中 其实有一些超乎预期的 但是也有大幅低于预期的 比如说美国商务部 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的12月 美国的零售销售额 因为消费是美国经济 最重要的支柱 零售的销售额 环比下降了1.2% 创下了09年9月份以来的 最大跌幅 去年12月 美国13个主要零售类别中的 11类销售额都出现下滑 零售销售额 环比下降1.2% 创下2009年9月以来的 最大跌幅 受此影响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将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的 经济增速下调至1.1% 与此同时 美国劳工部发布的 最新统计显示 进入2月以来 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也出现增加 这不禁让人担心 美国经济增长态势 是否存在变数 对此 有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12月是圣诞假期销售季 零售数据出现大幅下滑 是很不寻常的现象 并且 这一数据也和私人部门的 其他统计存在差异 不少分析人士和机构 因此对美国商务部 公布的零售数据的可靠性 提出质疑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表示 政府停摆导致统计延迟 数据准确性降低 需待数据修正后 才能更好进行判断 据了解 由于政府停摆 美国2018年第四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和今年1月零售销售额数据 至今仍未发布 美国的12月份的销售的数据 就类似于咱们国内的 春节期间销售数据 是非常备受关注的一个月 但是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下滑 所以在上周五的时候 丁先生 美国的市场也是出现了大跌 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 修墙马上在市场上 引起这样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或者市场的担忧吧 您觉得市场到底是在担忧什么 这个修墙有那么直接的影响吗 其实我认为修墙 本身对这个行情吧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冲击 因为修墙毕竟是个 比较小的那个数量数目 而且修墙总的来说 还要动用劳动力 什么对促进短期就业 还应该说是一个利好的因素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不是太大的影响 但是修墙 到底还是涉及到公共开支 现在美国公共开支的困境 是越来越大 是因为特朗普上海 做的第一个决定 就是减税 你减少了财政收入 那你应该减少财政开支 相反他做的另外几个决定 包括这个扩大军税 现在又要修墙了什么 这个修墙虽然说是不太大 这个50多亿美元 但是据说是去年一年 他对中国的进口关税 提高了10% 他最后弄来的结果 也是他从这个额外的 关税上涨里边得到的 额外的这个财政收入 也不过是五六十亿美元 还是入目不出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个造墙这个事 会使他的公共财政更困难 就债更高 他的公共财政 现在非常困难 因为特朗普上台一来 他每年的财政支出 也就是亏空 已经增加到了 7000亿到8000亿美元 再过两年 美国国会的预算局 对美国财政 未来开支赤字的估计 做的演算 是未来几年 会每年有1万亿美元的 新增在 债务问题更严重 他到现在已经21万亿元了 如果每年再新增1万亿的话 那么很快 美国就变成前几年希腊的样子 那就很危险 但是你看万哲 除了这方面 债务方面的影响 市场还有一个担心 就是怕混乱 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是 美国12月份的零售 是大幅低于预期 09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但是你看之前 就是在政府停摆之后 公布的几个预期 我们上次还在讨论 每1月份的非农的就业 是30多万人 比预期多了几乎一倍 然后制造业PMI 是56.6% 在一个很明显的 高速增长的区间 都超乎想象 但是现在又出了一个零售 完全低乎想象很多的 包括现在这个时间点 本应该已经公布的 18年第四季度的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 现在还没公布 整个市场应该去长期判断的 美国这样一个 非常重要经济体的经济数据 要么有人说不靠谱 要么还没公布 你怎么来看待 这种数据混乱 给市场造成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说 你刚才说的这个不确定性 确实是市场 非常担忧的一个关键 那么就包括 你刚才说的这个数据混乱 数据混乱 其中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 政府停摆造成的 而政府停摆呢 就是因为两党 为了这个造墙的事情 相争造成的 主要矛盾在这边 对对对 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在这 大家就会觉得说 为了这样的一个政治问题 可能使得经济 实际上受到拖累 这是会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一个结果 包括我们看到 真正这个国家紧急法案 从1976年到现在 一共就是有58次动用的 那么就是里面有一半以上 现在都仍然还在用 所以真正用到它 并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其实像特朗普上任以来 也已经用到了三次 所以说你只是这么说的话 觉得这没有关系 但它的不确定性在哪呢 这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次总统动用这个法案的时候 是为了这个国会 没有开出的这个预算的开支 而动用这个法案 就是他这一次希望说 动用国防的这个预算 来帮助他修墙 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他这个不确定性 实际上是在于说 当他钻了自己这个 比如说机制当中的一些漏洞的时候 其余的人也会为之恶然 觉得将来对是不是总统的权力 会无限的扩大 使得我们的这个行政系统 产生一定的混乱 从而损害我们的经济 我觉得这是最大问题 回到这个市场 或者资本市场的这个角度上来吧 这么强的一种不确定性 增加这么多的风险 那什么样的投资的手段 或者心态吧 是比较符合现在市场上的需要的 比如说应该是黄金方面的专家 黄金最近很多人是看涨的 你同意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看涨 实际上是比较符合这种不确定性的趋势的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黄金 因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 最悠久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共同使用的这种货币 现在虽然我们说它货币属性不强了 但它的这个信用 实际上我们说它是一个边际替代 也就是说大家对现在 这个国家信用发行的这个纸币 当大家对国家信用产生不确定感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想说 我还是回归到最古老的这种方式 去用那种货币吧 因此金价上涨实际上也说明了 现在市场这种观望 以及不稳定不确定的心态是很强的 对丁先生同意吧 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剩下来 还有差不多两年的这个任期 这两年当中 这种心态会不会一直成为一个主导 尤其是民主党现在应该被逼到死角了 这个是我觉得 不仅是因为美国两党之争的问题 还是因为经济增长周期和新技术出现的问题 什么情况下黄金价格会下跌 就是说当你的资本市场 有很多很多这个特别好的投资品 当你的经济增长非常旺盛 然后这个时候有很多企业的股票会升值 有很多企业的债券会增值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可以预期可以预见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去抢投那些资产 然后这个时候黄金价格会下跌 可是现在正好相反了 就是在我们之前的一段时间内 曾经是互联网特别旺盛的时候 曾经是新技术特别旺盛的时代 然后那个时候资金大量多流行那些市场 然后黄金市场当时是被低估了 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买黄金 然后这个黄金价格也是比较低 然后最近正好整个经济增长的东西 全球的经济增长 正好反过来了 因为现在确实你找不到特别好的地方 你看不到特别好的技术 除了中国的5G技术以外 你找不到新的技术点 找不到新的技术增长点的时候 一般那就有大量资金剩余 大量资金剩余 然后刚才我讲的债务的增长 主要国家的债务都在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人肯定会回忆 未来所有的这些国家 都会记起最古老的法宝 就是通货膨胀来充施 对 其实这也反映现在大家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 那还是黄金最保险 还是反映了现在目前市场上的一个 有点焦虑或者担忧 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吧 但既然现在已经是宣布紧急状态了 这种状况到底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结果呢 马上回来 感谢继续关注小时财经评论 所以二位 现在美国这个紧急状态是真的紧急吗 修墙有用吗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墙修的再搞也挡不住移民 是因为美国实际上是需要这些 洛西哥的移民来帮助到这些大农业什么的 每年都是上面的这个国土资源部的 这个飞机在赶这些移民 底下农场组织在接这些移民 所以这样修墙最后的结果是 使得它的公共债务会越来越重 最后的结果会拖垮经济 所以挡不住移民 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修墙之争 它是核心并不再强 而是对美国行政机制的一个考验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墙即使真的修好了 但它这个尤其是经济的目的 到底能不能达到呢 可能是不能达到的 在这次我们看到 他们争的就是这个57亿美元 但实际上我们要看到 就是在美国移民在2014年 它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超过了1.3万亿 而非法移民现在每一年 仅仅向州和联邦交的税 就已经是57亿的两倍了 所以实际上他们还包括别的消费 然后税等等 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 而实际上他们到了美国以后 并不是说完全是一个替代作用 而是一个互补作用 我们看到北卡就是说前两年 他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农场需要工人 那么实际上本土出生的美国人 愿意去的就是有几千个工作岗位 只有200多个人去应征 最后第一天上班的只有一百多个人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会发现 这些非法移民进来了以后 实际上是充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而且使得他整体的薪资是提高了 而不是降低了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 大家其实觉得最想质疑的是说 我们的这个行政制度或者说整个机制 比如说政府关门 现在这个紧急法案 是不是得到了合理的利用 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得到合理的利用 这些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